这个正在公堂上振振有词的人正是乾隆 而他对面作者的正是我们的主角刘罗锅 这个刘罗锅好大的胆子 燕婶当今圣上不说 韩世芬理直气壮 乾隆也是丝毫不慌 张口就开始数落实近乎 而刘庸文言立刻反问 乾隆立刻回答道 刘庸此时已是被吓得满头大汗 但是表面依旧十分镇定 还扬言 这几句话怼得乾隆意识无言 反应过来后也是立刻反击 就连在一旁吃瓜的和声也拍手叫好 只见刘庸一拍桃木站起声来 这下乾隆也有口难辩 被刘庸这一波龙屁成功堵住了嘴 刘庸见证立刻喝道 和声一听要动行 吓得一激励 就连刚刚还十分淡定的乾隆也连王白首 场面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十分焦灼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听见外面的人大喊 见此情形 刘庸立刻吩咐手下张成 看住两位嫌犯 自己则带着所有的人前去救火了 转眼间这朝堂之上已经空空如也 只剩下了一脸懵逼的乾隆和声 还有被刘庸留下的张成 乾隆将和声叫到一旁说话 和声也是被这一系列操作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是这主仆二人一合计 要是真动起行来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和声临近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他就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绝技 拿出一定银子来在张成面前就是一对瞎扯 殊不知这张成巴不得他们赶紧离开 于是就顺着和声的意思接受了银子 韩嘱咐道 你得把我捆起了 为什么 等我们老爷回来 我好交差呀 不得不说这张成还真是个小机灵鬼 于是和声带着乾隆就这么大摇大摆的逃出了府衙 这一切当然都是刘庸一手策划出来的 可这放走了还不算结束 为了不让他们怀疑 还装不作样的追了出去 可是就这么一追 就让乾隆狼狈的躲进了鸭棚 为了做戏做拳套 刘庸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而我们的当今圣上居然被逼的就在鸭棚这么凑合了一夜 但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 乾隆才在和声的搀扶下离开了鸭棚 这个罗郭正是我们的主角刘庸 而他对面站着的则是巡抚大人 因为刘庸昨天弄丢了杀了自己兄弟的犯人 巡抚大人这正是来找他算账的 可这刘庸费尽心机才放走了乾隆 他也只能对着巡抚打马虎眼 但这巡抚却不依不饶还要闹到皇上那里去 可这件事刘庸最清楚不过了 果不起然乾隆在听到巡抚的禅述后 也是十分自然的就将此事翻了篇 而和声也趁机转移话题 请皇上去视察何物 乾隆摆驾江边 看着孤若金汤的河堤心情大好 巡抚大人则趁机开始揽攻 声称自己修建了1300多里的河堤 乾隆信以为真 对巡抚是大家赞扬 可就在这时刘庸却站了出来 揭穿了巡抚大人的谎言 他所报的功绩与实际情况不符 这下乾隆却不高兴了 这一刘庸总在他得意的时候泼冷水 乾隆不仅又将他的话当一回事 还斥责了刘庸 并且罚了他一年的愤怒 回到家中的刘庸将此事 告知了自己的妻子和岳丈 你这人哪 实在 岳丈大人 你实在不好吗 太实在 这当今受惠真真假假的事情实在太多 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又能管得了什么事呢 现如今不仅修建河堤是假的 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是假的 是巡抚为了哄皇上高兴 转人假扮的 这里面还有刘庸的小伙伴李济 刘庸虽然知道自己人为言轻 可他还是没有打算放弃 这个疯疯火火的人 真是我们的主角刘庸 他为了搞清楚这假和尚的事 亲自到金山寺查看情况 可还没等他自己反应过来 就被寺里的僧人强行按下 替发为僧了 结果莫名其妙 做了和尚的刘庸 竟然和自己的小伙伴李静再次相遇了 只不过二人这回都变成了光头 刘庸叮嘱了李静 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卖弄学问 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皇上前往了金山寺 而李静则被临时任命为了主持 在接见乾隆时 李静自以为是的彰显自己的才华 却不曾想乾隆对他十分欣赏 含亲口遇刺了他一个法号 道计 这下李静傻眼了 有了皇上的遇刺 他想还速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刘庸知道自己兄弟的才华 所以才再三叮嘱他不要显露 可他还没有听刘庸的劝告 没想到却坑了自己 刘庸就是再想救他也是没有办法 李静这纯属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假和尚变成了真和尚 乾隆这几天一直寒在琢磨一件事 当初从刘庸家逃出来可谓是有惊无险 但是他却有些好奇 和尚也不是傻子 他早就反应过来 刘庸是有意为之 现在刚好趁此机会 在皇上面前将刘庸狠狠数落了一顿 乾隆听闻之后大怒 那么乾隆将会如何整治刘庸呢 而范乐这弃君之罪的刘庸又能否成功化险为夷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讲 喜欢的话就点赞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